在南乌镇休整了几天 今天又要踏上征程了 仍然不知道下一个目的地在哪 只知道美丽的风景和有趣的事都在路上 继续出发吧 你们看 我到哪儿了 我居然到这儿了 网红洗车场 网红洗车场居然在这儿 我都不知道 原来都是在别的博主的视频里看到说 下面有一个网红洗车场 就是风路上面下面山上流下的水 他们都在这儿刷车 其实我一直不知道是在这个位置 是在什么位置呢 是从燃雾汪坡密走的路上啊 我突然间有一点兴奋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从燃雾开始 我的心里就 这种感觉就越来越强烈 就是好像做梦一样 就是曾经在别的旅游博主的视频里面 看到的场景 现在我也一一的走到了 就是突然 突然间那种感动的感觉 有点想哭的冲动 你们知道吗 就是从来没想过 这条路我也能 真的能自己开车 一点一点的走 一点一点的过 把在别人的视频里面看到的地方 自己也能一步一个脚印的 好像有点激动的有点不太 这个词用的有点不太恰当 但是就是没想到自己也能一一的走过 真的挺感动的 这期间经历了什么 只有我自己知道 然后我现在走到这了 激动的我眼泪都流下来了 我走到这可能有很多人会觉得 有什么的呀 或者怎样的 但是走上3108这条路 在这其中经历的这些艰辛 只有我自己知道 收拾心情 收拾眼泪 我准备刷个车 走到这了不刷个车 我觉得就和梅兰一个样 我的天哪 完了 湿透了 我的天哪 透脚袋围绕了 全湿了 湿透了也湿了 我的天哪 湿的刮刮着 你看 我的天哪 老凉老凉了 我都不是穿拖鞋去刷了 今天这个车刷的我 死生难忘 我这双鞋 我感觉要废了 你们喊 刮刮着湿 我感觉干了之后 也未必能暖和了 我的天哪 鞋链都湿的刮刮着了 刷着车 费双鞋 我也不知道哪头合适 然后车现在就是刷完了 就大概刷一刷 因为这个水实在是太冷太凉了 我呢 比较好奇啊 就是这上面 这上面什么样啊 因为原来在别的博主的视频里 只看到了就这一块的地方 并没有看到上面是什么样 我打算往上走走看看里面是什么样 这个水是从哪儿流下来的 然后咱往上看看 我相信你们也应该挺好奇的吧 我们也要看 我看 我看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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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用山剑之间流下来的水 走 走 走到这儿就不能走了 水就是从那儿流下来的 原来应该是有霸子在土上 这个霸子碎了之后 水就这样已经流到了布公路上 你能不能看到这边 好 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现在准备要过这个水面了啊 我准备过三次 纪念一下啊 来会过去透了 过去透了 过三次纪念一下 好了 咱们现在开始过 过完了啊 嘿嘿嘿 我觉得 怎么讲呢 此生无憾吧 别人走过的路 我也走过了啊 我自己也一样来走了一遍 觉得心里还是挺开心 挺感动的啊 真的像我说的 全是对我人生的填补 都是我人生的经历 无论好的坏的啊 都是经历 等着将来以后回忆起来 都是非常美好的 行了 现在继续出发 向前